当你们看到一位博主光鲜亮丽的出现在视频里面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被假象蒙蔽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前面是否一片狼藉 或者是他下半身穿的是睡裤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购物分享 因为最近斯富兰又打折了嘛 所以我又下了一单 其实是好几单 但其实并没有买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购物分享呢 我觉得内容不是特别丰满 我就想把我近期收到的一些公关产品 大部分都是护肤品啦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就先从公关产品开始好了 第一个是myprincess.com 也就是香港的一个代理商 寄给我的一个infinity的洁面乳 infinity据我所知是日本还蛮贵的一个品牌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 而且其实我蛮喜欢它这种特别简洁的包装的 它的包装说实在话一点都不贵 贵妇我非常对不起它的价钱 就是一个非常药妆店的开价品牌的包装有没有 但是我并不介意了 我觉得这种简洁包装挺好的 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贵妇品牌给你弄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包装非常不环保 因为这个产品我现在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我是在卸完妆以后拿它当截面乳的 然后我就pump两个pump在我的ClearSonic洗脸机上 然后用它来洗脸 说实在话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这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洗面奶 上面写的Sensitivity Free 也就是非常适合敏感的肌肤 而且是PH平衡无油的一个产品 我感觉如果你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干敏的肌肤 你会非常喜欢它 因为它洗完脸以后脸上感觉非常柔软 而且很保湿 一点都没有洗完脸拔干的感觉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感觉它的清洁能力没有那么的强 如果你平常基本上不化妆 并且是非常敏感的肌肤的话 我觉得你会非常喜欢它 但是我个人感觉它不是我最喜欢的洗面产品 因为我虽然是干皮 但是我还是喜欢我的洁面产品 稍微的清洁能力再强一点 虽然我之前会用卸妆产品卸妆 但是二次清洁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清洁一下肌肤 但是呢我并不想完完全全的说它就是一个雷品 因为很久之前我有出过一个雷品的视频 我说了这个斯塔夫的洁面乳 它俩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像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一类产品呢 其实买它就可以了 用不着买这么贵的 但是如果你想买一个比较贵富的产品 你觉得可能看不上药床店 你可以试试它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上次我出了这个视频 我把它归为一个雷品 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觉得它清洁能力不够强 因为就是它会让我的刷子上面也感觉油油的 然后刷子上面呢 那个脏东西它就洗不干净 我平常用的 可能泡沫稍微多一点的洁面乳呢 它就会让刷子上面洗得非常干净 让我觉得我脸上的清洁能力也非常强 但是这个呢 就跟这个感觉非常的像 所以对我来说 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洁面乳 但是我感觉很多人可能会非常喜欢它 所以并不是因为这是公关产品 我就不感受它不好 但是就是把利弊给大家讲清楚吧 因为上次出了这个有很多人骂我 我说你就不知道怎么用 你不知道这是对我们肝敏金肤的救星啊 anyway 下面一个公关产品是叫Yve Lum的一个牌子 应该是个英国的品牌吧 这是一个喷雾叫radiance face mist 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包装很好看 它应该是非常保湿的 我倒是没有感觉到 它给你脸上特别多的光泽感 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喷雾 它没有说有定妆效果 但是化完妆也可以喷了 我现在给大家喷点 这个呢我有用过几次 我感觉还可以 它有一股非常非常浓的玫瑰香味 所以如果大家对气味比较敏感 或者不喜欢玫瑰香味 你可能不会喜欢它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它还是挺保湿的了 它不会特别油 有一些所谓的富有光泽感的喷雾 它会特别油 但是呢这个不会很油 就是让你感觉到很保湿 还不错了 但是没有让我感觉到特别惊艳 但是我一般呢 非常喜欢喷雾类型的东西 所以呢这种东西都是多多益善的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Fresh的 Black Tea Kombucha Facial Treatment Essence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很多牌子都在学神仙水的包装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类似 它就是一个化妆水 然后他们给我进了一套 这个是个旅行妆 这个是正妆 我是有用过几次 但是还没有用很长时间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化妆的时候 我想先把它用完再开始用它 但是呢我用过的那几次 我觉得还不错 反正也是中规中矩了 我还没有感受到它的好 它上面写的是 Anti Pollution Age Delay 也就是说抗污染 抗老化这个意思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Kambucha Tea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红茶 你把它拿来喝呢 很不好喝 但是呢非常的排毒 给你身体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喝Kambucha Tea 反正我觉得最近也是 比较流行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 会给你的皮肤比较清洁吧 也很清爽 没有说特别保湿 或者是特别刺痛的感觉 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 比较清爽的化妆水 所以我把我现在用的化妆水 用完以后 我可能会把它拿来早上用 下面这个产品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Dr.Brand的 2% Retinal Complex Serum 这个是晚上用 2%的一个雷霆A的精华 之前我也有不止一次的 跟大家提过雷霆A的这个元素 雷霆A呢它主要是帮助你皮肤的新陈代谢 因为我们皮肤新陈代谢的周期 正常来讲应该是28天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 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会慢慢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呢会渐渐的老化 所以呢这个东西会加速你的新陈代谢 也就是会让你的皮肤呢更加年轻有活力起来 而且呢在跟你其他的去斑产品 美白产品结合起来用的话 会更加速你其他产品的一些功效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熟灵肌肤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比较强力的雷霆A 它会让你的皮肤拔干啊脱皮啊什么的 会让你的皮肤起很大的反应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雷霆A的产品也越来越好了 除了传统的雷霆A也就是RetinA 现在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式 Retinol Redinoid等等 这一类的产品呢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力 但是也不会让你的皮肤引起特别大的反应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加到你每天的护肤Retin里 这一个产品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Pump 它Pump出来呢是这样的一个精华 然后你就把它涂抹到肌肤里面 它就像一个精华一样 很好的被皮肤吸收 不会有任何刺痛的感觉 相反它会让你的皮肤感觉到非常好 非常保湿 而且呢它有一股很浓的薰衣草的味道 所以呢让你感觉到你在涂精油一样 你好像进了一个SPA一样 现在我的手上就全部是那个美容院的味道 就让我想起来我到美容院做按摩时候的感觉 就是非常浓的精油的味道 所以让你的体验感非常好 当然我自己是成条皮了 我非常习惯用这一类的产品 但是我用了它呢 脸上没有任何的刺痛感觉 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脱皮啊拔肝啊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产品 唯一可能鸡蛋里头挑骨头就是它这个包装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这个声音 就是它这个盖子呀 好像有一点它也不是拧的 它就是这样固定的 但是它这个盖子就有一点松动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拿了一支坏的 总之呢 它好像特别松这个盖子 我拿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一直在晃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这产品了 只不过就真的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吧 最后一个公关产品呢 就是这一套防晒产品 本来他们说要给我系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只会给我系这个防晒霜 但是我拿到的时候给我系了一堆 这个牌子叫color science 其实我蛮熟悉它的 因为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容医师的诊所上班 然后他呢就给我送过一套生日礼物 就是他们家的产品 我去找他玩的时候呢 看到他们整所代理的防晒产品 也是他们家的 让我感觉到是专业人士比较相信的品牌吧 所以我很认可这个牌子的质量 还有它的功效 那他们给我系了三个产品 这一支呢是它的防晒霜 那这支防晒霜我非常的喜欢 它也是你需要摇一摇 然后眼开以后呢 你把它倒出来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颜色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防晒霜 它就不会让你的脸上看上去惨白惨白的 而且呢你把它揉进去以后呢 它也是非常好吸收 一下子就吸收在皮肤里面了 而且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油油的 而且呢它也很温和 我在眼睛周围用啊 也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支叫 Sunforgettable Total Perfection Face Shield 是SPF50 PA三个加的防护 UVA UVB是防止阳光对你的皮肤的伤害嘛 老化呀 皱纹呀什么的 那PA加呢 是防止你皮肤变黑 黑色素的沉淀 所以很多老外 他想让皮肤晒的黑一点 所以他不care PA加的防护 但是我们亚洲人 还是比较注重这一点的嘛 所以欧美的防晒 你很少看到有PA加的防护 但是这个有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全能的防晒霜吧 这个呢是身体的防晒 它是一样的名字 只不过叫Body Shield 也是SPF50 PA三个加的防护 这一支呢 比脸上那支要稍微油一点 把它挤出来呢 它比较发白 但是不像平常的防晒霜那么白 它也是有一点点颜色 但是颜色没有脸上那个那么深 在柔进肌肤里面呢 你会感觉到肌肤非常的保湿 就有点油油的 但是不会感觉到粘粘的那种油 就是很保湿的那种 前一阵子去我们这边的嘉年华 在外面晒了一整天 我就是涂了它 我觉得非常好用 最后一个产品呢 是一支粉 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我有给大家介绍过 Supergoop的那个粉吗 其实这两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这一支呢 是一个小包装的应该 它还有一支正装的 是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就是放在包包里就很合适 然后你可以随时补妆用 它这里自带了一个小刷子 里面有粉 然后你补妆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粉倒出来 就OK了 它也是SPF50的 它里面有一点点的矿物的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我不知道在镜头上肯定是看不见 但是呢 它有一点矿物的物质在里面 所以呢 它会让你的脸上稍微比较有光泽一点 像Supergoop的这个呢 就全部都是雾面的 所以如果你夏天用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喜欢 因为它会给你脸上一点点的光泽感 但是不会让你感觉到脸上一颗一颗的 好像很幼稚的感觉 但唯一就是呢 它粉太细了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刷上 就是因为它太细 而且又不是特别雾面的 所以呢 让你感觉到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刷上 它这个粉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一点都不干 就是很保湿的一个粉 感觉是 Color Science跟Supergoop差不多 也是他们里面所有的产品都是带有SPF的 等于是专精SPF的一个品牌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很好用的防晒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的产品 好那下面就是我的斯芙兰的购物分享了 但是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东西 比较random 但是既然是购物分享嘛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支泡泡的染发剂 这个是我在亚马逊上买的 因为我上次出了家用的染发视频 你们告诉我说泡泡的染发剂特别好用 让我去试一下 一般像我在药妆店买的开架的染发剂 它对黑头发都不好上色 就是如果你的头发太黑呢 你用的这个染发剂太浅 基本上上不了什么色 但是你们都跟我说 这个泡泡的呢就很容易上色 所以你染比较浅的头发 也用不着先漂白呀什么的 另外它比较干净 因为它是泡泡的嘛 就不会滴答答 流的到处都是 像普通的染发剂那样 所以我就心痒痒的很想去试一下 正好呢你们也有人提醒我说 阿发更干染了 所以呢我就正好去试一下它 如果试的好了呢 我也会到时候在其他视频里面 跟大家报告 我们就来开斯芙兰的箱好了 这次其实我有下几个单 但是呢不是故意要下几个单的 而是我下了一个单 然后突然又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又下了一个单 其实之前大概一个多月之前 就有小伙伴私信我 给我这个讯息说 斯芙兰会做一个年中的八折活动 让我出一个推荐产品的分享 然后他还特别提醒我说 你一定要早一点出啊 你要第一个出才有效果 才会有人看 我当时说好 那我考虑一下 其实我特别感谢这位网友 给我提供了这个讯息 但是呢后来我真的觉得 最近对彩妆吧 没有什么灵感 就是没有那么热情了 我反而好像对服饰类的东西 比较感兴趣 所以呢我就没有什么灵感出这个视频 所以就一直迟迟的没有出 而且我有很多其他的视频 我觉得更重要的我想出的 所以呢虽然很感谢这位网友 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出那个视频 但是我这次打折还是下了几单 买了一些东西吧 所以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产品呢 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当时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它 它是在斯芙兰的一个新进的品牌 叫Rowin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它家没有很多产品 只有几个眼影 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 正好呢我之前看到一位我follow的博主 他也有测评他家的东西 然后我就非常张草 所以看到这个产品呢 我就觉得啊必须要收一个 还有个单个的眼影 我想收的 结果呢秒断货 但在最后一天我又赶上它补货 所以呢最后还是买上了 但是还没有寄来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收 但是呢这一只眼影盘呢 是这个样子的是四色的一个眼影盘 因为它的广告做的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反正我看到它广告上头是涂在眼睛上 好像眼睛湿答答的一样 就是有一种湿润感就特别好看 非常非常的闪 它有两只盘 一个是75度一个是52度 52度这个呢是比较冷色的眼影盘 其实我反而觉得暖色的那个让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都挺普通的 我有很多眼影盘都是那一类的颜色 然后这个冷色的呢 反而是没有卖断货的那一个 可能大家都不太喜欢冷色的眼影盘吧 这眼影的质地呢非常特别 它是膏状的眼影 但是你摸上去以后 它的手感呢又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所以它里面的亮片才能够跟眼影融合在一起 我给大家试了一下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闪 当然我还没有在眼睛上试过 但是我会继续的试一下 如果用的好了呢再跟大家汇报 价位上我觉得它还是蛮贵的 好像48刀吧 4个眼影 我觉得哇比香奈尔都要贵了 所以我希望买的不会后悔吧 刚才那一箱子就那么一个产品 然后接下来呢是第二个箱子 这个产品呢我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大家就知道我在视频里面给大家推过 不止一次我的New Face的美容仪 我还专门做过一个测评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呢 我可以把那个视频念在下面给大家 New Face又出了一个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之前我买的那一支是迷你的 所以它不能换插头 所以呢它只有那个大的插头 所以我每一次呢就只能弄脸上 但是像眼睛周围啊 比较细小的地方就没有办法顾及到 我之前有给大家说过 如果那一支美容里有一天被我用坏了呢 我就会买一个大的 可以换插头的 因为那支插头呢可以换眼部周围的 但是呢它现在又出了这一支 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买那支大的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支这样的小的 它是超小的一个 主要就是让你弄眼睛周围啊 然后弄这个嘴唇的周围啊 鼻翼啊这一块 法令纹啊我觉得应该都蛮有效果的 因为我一直都在用New Face的美容仪 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对脸部的提拉呀 对脸部的紧直啊都非常有效果 当然这种东西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经常使用 如果你拿上以后 你只用一次以后再也不用了 你不要怪它没有效果 是你自己不用 所以呢如果大家是那种 买上这种美容仪从来都不用的 我就建议大家不用买了 但是如果你还比较勤快呢 我非常推荐这一支 虽然我还没用过 但是一个我放到的博主 它有拖一个对比的照片 使用前和使用后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很期待 最后这支箱子呢 就是我一开始就比较想买东西吧 第一个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上一次的 斯芬兰打折活动 我都不分享 大家可能知道我上一次买了一支 季凡西的四色粉 那个粉呢 其实粉质特别好 我非常喜欢 但是呢颜色买错了 所以这次呢 我又换了一支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色呢 就比较的柔和了 上一次那支呢 是偏冷色的 涂在脸上脸是显得非常白 但是跟墙皮一样 就特别惨白惨白的 我还是比较不习惯 我觉得可能有 妹子比较喜欢那种白吧 但是我 真的受不了 那么白的一张脸 所以呢我这次就 买了一支 它是比较柔和的粉 当然它也有白色 但是呢有两个粉红色 还有一个比较浅的肉色的粉 所以我觉得这样掺起来呢 应该就会比较柔和的吧 希望这个色号看上去 不那么难看吧 这一个东西呢 也是蛮有意思的 它是斯福兰上的一个新产品 它是一个洗刷子的东西 那这一支呢 跟我之前买的那个洗刷器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的刷子呢 是这样子扣进去的 你就把刷子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呢 它有一个绷带一样的东西 就把它扣住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刷子 我之前买的那个洗刷器呢 我也有专门做过一个视频 我可以把那个视频 链在下面给大家 它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杯子底下呀 是光滑的 它没有一点点的摩擦力 像这个呢 它里面有一个 像刷子一样的东西 带扯的东西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一面翻过来 这样用 就是不同类型的刷子吧 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个是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而且我希望 而且我也希望 它能够强力一点吧 上一次我买那个洗刷器呢 我现在完全 只是用它来甩干而已 所以我希望这个呢 比那个要好用一些吧 而且打折之后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贵嘛 所以就买了一个试一下 下面这个产品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会去买 就是Bear Minos的矿木粉底 大家也知道矿木粉底 也就是这个粉末的粉底 是它家一开始起家的产品 所以是非常明星的一个产品 但是因为我是大干皮嘛 我脸上经常有死皮呀 干皮什么的 所以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用 所以我以前有一只我已经老早就把它清掉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买它呢 是有一次我去Alta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这一只刷子 当然我在Alta试用的那只刷子是比较大的 但是形状跟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是一个套装 也就是一个试用装 就是你可以把它家的这些明星产品都试一下 然后这个套装里面呢 它就带了这样的一个小刷子 它还有一只呢是正装的 就是比较大的刷子 但是它形状跟它完全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只刷子呢 第一它非常软 而且呢它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形状的 所以它在你手上的时候呢 它会非常好的能够把粉底涂抹在你的皮肤上 上一次就是我在Alta呢 就拿了它家这个刷子 然后呢试了一下它家这个粉底 哇我在手上 我觉得我皮肤好好看呀 真的特别喜欢 我就觉得这个刷子呢 真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我就想再买一次 但是我也不想买正装 所以我就买的这一个试用装 它里面呢是有四个产品 有一个妆钱 有一个它家的粉 这个粉其实挺不好用的 这个我觉得我都没有必要用 我有一只正装的给清掉了 这个粉颗粒特别的大 当然我现在不知道它有没有改良配方 之前我买的那个是很久以前买的了 但是我可能会把这一只送人 我主要呢就是想试一下 它家的粉配这个刷子 如果用的好的呢 我可能会再去买那个正装的 我就在手臂上试一下吧 因为它这个矿物粉底啊 它本身就有一点点的光泽感 所以它在你的脸上呢 并不会特别的雾面 甚至呢 如果比方说现在要录视频要上镜的话 我必须得铺一层粉 不然的话看上去脸就特别油 所以矿物粉底其实拍照什么的并不好看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蛮好看的 它的粉呢确实是很细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刷子 所以呢我会在脸上好好的试用一下 大家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在我快录完视频的时候 突然我们家的门铃响了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我最后一个下单 但是还没有到的那只眼影 刚好就到了 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 其实一开始我没想买那个眼影盘来着 我就是想买这一只单个的眼影 因为看到他们的广告片 我就觉得非常的涨草 是这一个Rowan的单个眼影 它价钱非常贵 但是我希望它是值得这个价钱吧 我给大家比一下啊 就是这一只是它单个的眼影 然后这一只呢是它盘里面带的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这一只呢应该是非常非常闪的 叫Disco Eye 我给大家试一下 反正我看网上的评语呢 是保贬不一的 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人呢非常的不喜欢 所以很两极分化的感觉 它的质地呢也是跟盘里面的那个质地一样 是有一点膏状的感觉 但是又有一点黏黏的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 就是很闪的 但是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闪 它有一些很大片的颗粒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反正这个还是要在眼睛上再试一下 不过我还是挺开心 它在我录完这只视频之前可以到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在视频里面展示 那这次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斯富兰呢就买了这么多 我也没有买很多东西 真的是最近对彩妆呢 没有很多让我非常非常想要的产品 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是怎么了 反正每一个人都有经过不同的时期吧 有的时候就突然间很迷恋某一种产品 然后对另外一种产品可能就没什么兴趣 anyway这就是我最近收到的一些公关产品 还有一些彩妆类的购物分享 希望这次的视频不会太无聊吧 好了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黎语小课堂的时间 今天要教大家的一句礼语呢 叫做 如果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呢 可能觉得很奇怪 什么叫把一个人的脚塞到一个人的嘴里啊 这么恶心 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这只脚呢和这张嘴是同一个人的 也就是说 要不然就是把我的脚塞到我的嘴里 要不就是把你的脚塞到你的嘴里 一般没有人会说把我的脚塞到你的嘴里 或者把你的脚塞到我的嘴里 就是这两个身体的部分呢一定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或者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或者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一般来讲都是我在自责 我在自嘲 说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个不该说的话是属于什么类型呢 一般是比较蠢的 会让你觉得很不好意思的 比方说你问一个女生 Are you pregnant? 然后人家跟你说 No I'm just fat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哎呀这是一句不该说的话 然后你就说 Sorry I shouldn't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就是很懊悔 为什么我当初要说那句话 或者呢你看到两个女生 你会问 Are you mother and daughter? 就是你们是母女吗 人家跟你说 No we're sisters 就是我们是姐妹 然后你又觉得 哇我真不应该说那句话 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你就会说I really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一般可能是你跟别人叙述的时候说 有一天我问人家是不是母女 结果人家是姐妹 I really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大概是这个意思 当然也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吐槽一下别人说 Oh you really put your foot in your mouth 就是你真的不应该说那句话 所以呢如果下一次大家听到 有人对你说 You put your foot in your mouth 那你就知道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知道大家觉得 鲤鱼小课堂对大家有没有用 我自己也是在摸索了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 也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嘛 所以也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 如果大家在美剧里面 或者哪里看到一句鲤鱼 你觉得很不理解的话 也欢迎大家提问 我可能会把它放到下一次视频里面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 大家到底想听什么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提意见 好了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多多的点赞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及时收到最新更新的视频 还可以关注我其他的社交媒体 都是atmizlinda y 在其他平台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